You what's up?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們在開啟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新衣服 這件衣服真的是 超帥 就是它會變色 這是跟我一個朋友的朋友買的 那 我把他的連IG放在這邊 因為喜歡的可以去跟大家買 就是 他買的衣服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Let's dive right into it 那聲音在我們攝影當中 我自己是覺得相當相當重要 攝影不只是畫面好看 然後調色好看 然後構圖好看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就是 你們的收音 像我們這種YouTube的Talkinghead的影片 收音真的是相當相當重要 不然如果我這種只是單純講話 很像其實已經接近像Podcast的東西了 如果收音再不好 幾乎是沒有人會想聽得下去的 那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那今天我們在收音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像錄音室那樣子的環境 所以我今天想來推薦大家一個很好用的插件 就是Waves他們家出的一個降噪插件 這個插件真的是我用過 有史以來就是失真程度相當相當低 那我們在介紹這個插件之前 我先來簡單教大家一些收音的基本功 就是因為你收音畢竟還是要好嘛 你不可能完全依賴那個插件 如果完全依賴那個插件 然後你基本功沒做好 那我相信你也不會達到一個很良好的影子 因為插件其實只是在幫助你聲音更完美 所以如果你的收音過度的爛的時候 那你的插件基本上也是沒用 你還不如就是重新再錄一次 那我平常像拍這種YouTube Talking Head的這種影片呢 我自己的麥克風就會盡量的離我人相當相當近 像我現在的麥克風其實就在這裡 就是這樣下來你們就看得到它 就是我會離得相當相當的近 那為什麼要這麼近呢 就是離得越近 那我的收音一定是收得相當相當清楚 它就比較不會去收到環境影 或是任何其他的干擾 那當然麥克風的好壞 就是它的指向性 指向性越好 當然你的收音會越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買太便宜的麥克風 如果你音質想要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你的麥克風就盡量不能太差 那我有機會再去推薦大家一些麥克風 那我現在自己是用Sennheiser的MKE-600 這支麥克風我自己是相當相當滿意 如果你們有興趣這支麥克風的話 我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買這支麥克風的 那像我自己平常在拍這種影片的時候 我都是外錄 就是我不會直接錄到相機裡 相機裡的我覺得都會有一些電子的底噪 那機器的外錄呢 那音質我覺得就會相當好 我覺得整體的bass也會比較厚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就是拍電影什麼之類的 都是外錄 不太會有人用相機的內錄 當然我自己沒辦法外錄的時候我就會內錄 甚至我外錄的時候我也會內錄在相機裡 就是做個確保 那還有一點呢就是你們在拍像這種影片類型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麥克風還是不要直接加在相機上面 因為架在相機上面的時候 像我的相機是有點距離的 那這樣子收音其實離嘴巴不夠近的時候 聲音品質也會有影響 那我現在麥克風就在這邊 就是離我相當近 那我自己是用一條XLR的延長線 那你們如果沒有XLR的麥克風 你們就買一般3.5mm的延長線 就是盡量讓自己的麥克風離自己嘴巴近一點 那還有一點是稍微比較細節的東西 就是麥克風的指向 就是其實我指向的時候 我其實是對著自己的胸口的 我不是對準嘴巴 因為麥克風對準胸口的時候 我們可以收到比較多的Bass 因為我們有時候發音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用胸口的力量來發聲 所以你對準這邊呢 你會收到比較多的Bass 那如果你是對準嘴巴 你會收到比較多的鼻音 我自己是覺得那個聲音相當不好聽 就像你們也可能會看到一些YouTuber 會把麥克風夾在領夾 那其實收到的聲音是喉嚨發出來的 所以那聲音就真的會比較雅一點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喜歡 所以能對準胸口就對準胸口 所以你夾麥呢 假設你有穿一件外套 你把它夾在胸口這邊 你的收音也會好相當多 那這就是比較細節的東西 就是你們看我的IG Reels 就是不會看這些東西 你們看我的YouTube 才會聽到我講這些比較細節的 因為我覺得長影片 我可以講比較多細節的東西 或是甚至一些廢話 那當然這是架麥克風的方式 那當然你收音的時候 你的環境也要顧好 就像平常就是關著窗 然後冷氣也一定是關起來的 然後甚至是除濕機啊等等 我就是盡量把電器關起來 那現在最近真的是相當相當熱 實在冷氣有可能真的沒辦法關 像我自己現在其實就是開冷氣的 但是我的風量調到非常小 那這時候呢 我剛剛我要推薦給大家的那個 Wave的插件 就可以派上用場 那我其實這部影片 都有掛Wave那個插件 那我現在如果把Wave的插件拿掉呢 你們仔細聽 就是會有一點點冷氣的聲音 那我現在把Wave的插件再掛回來之後呢 冷氣的聲音就基本上非常非常安靜 就完全聽不到 很像在錄音室的聲音啦 那這個插件是要付費的 然後我連結會直接放在Description裡面 那我是覺得它的價格沒有說到特別貴啦 因為我自己有用過Resolve裡面的插件 那它的降軸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很好 就是稍微調的比較多的時候 它就開始失真 整個人聲就變霧霧的 然後這個Wave的插件呢 我自己是覺得相當的棒 它比較不太會影響到我的人的聲音 那基本上它應該是我用過 失真最低的一個插件 因為很多插件我用就是人聲就是會失真 或是環境音就直接變得很奇怪 聽起來不太舒服 那這個插件呢你在剪輯的時候要怎麼用 其實你就是在你的片段上面 然後你就直接把那個插件丟進去你的片段 然後你就調你需要的強度 那基本上就這樣子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去使用 我知道有些降噪它可能會分波段 你可以去整體去調整 那我很少用那個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會花相當多的時間 雖然我也有買那個插件 就是可以調的讓我細一點 但是基本上我今天推薦的這個插件 就蠻夠用的 基本上你們只好稍微拉一點點的強度 基本上那個效果就會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不錯的音質 那今天就是簡單推薦一個相當好有的插件 那我覺得價格也相當便宜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免費的 我覺得付費的東西一定有它付費的好處嘛 雖然付費有可能會買到不好的 但是今天這個插件是非常非常棒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還是有點貴 那你可以等到之後的黑色星期五的時候 這些插件一定都會再去做特價 那當然如果你現在急著要用 我覺得你就完全不用思考 你就趕得下單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Peace 點鐘